常演到《新地光明神鬼静》 台州有个英大游上书 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 却有这样的奇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湘 你的机会来了 李家村有个妇人 丈夫出了远门 很久都没有回来 她的公婆以为儿子死了 所以要逼她改嫁 可是她要守节 不肯改嫁呢 是啊 明天晚上 她就会来这儿上吊了 我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替身了 恭喜 恭喜 今天晚上我就先为你庆祝了 不行 我一定要设法去救人 到了第二天 英先生为了救人 就立刻卖掉自己的田地 得到了四两银子 还假造一封 和那个游子的信件 一起寄到那个妇人的家里 游子的父母看了信之后 因为笔迹不同 有点怀疑 可是后来回心一想 一定是儿子很平安 才会把银子寄回来 因为银子可是真的 所以他们没有再逼自己的媳妇 改嫁了 后来他们的儿子真的回来了 这对夫妻也得到了保全 那太好了 英先生不但救了人 而且还挽回一段婚姻 真是难得啊 后来 英先生又听到那个女鬼说 我本来已经找到替身了 哪知道要被那个袖 才坏了我的事 你为什么不去害她呢 不行啊 田地一定知道这个人心地善良 有殷德 已经派她去做殷德上书了 我怎么还能害她呢 英先生从此更加的努力 日日行善积德甚多呀 碰到饥荒的时候 一定捐尽粮食救灾 遇到有人有急难 他也会尽力地急以帮助 要使骚逢不如意